作者,洪水库尔斯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以色列就以伊朗在叙利亚驻军为由,不断地对叙利亚重要目标,包括首都大马什格国际机场进行导弹、炸弹袭击, 号称要打击伊朗向叙利亚运送武器的空中走廊,而在去年圣诞节当天的空炸中,有两架波音银航飞机受到了影响,当时两架航班正在降落,却进入了以空军战机和叙利亚防空部队的交战区,且先要成大祸。 近期,以色列又使用新型的S-PICE-1000指导华翔炸弹,对叙利亚终点目标进行打击。 这种炸弹由于装备了华翔舰,投掷距离可以达到100公里,基本上叙利亚的防空火力,都无法威胁到投掷炸弹的以色列战机。 加上这种炸弹价格便宜,量又足,叙利亚的防空导弹,对其拦截很不划算,防空防空是防久空。 叙利亚也认识到自己在这样一位手势,进行防空作战,最终只会是被以色列用连家的滑翔炸弹和空射巡航导弹,将自己的防空导弹消耗光,而自己却难以威胁到了以色列空军战机。 对此,叙利亚再也忍无可忍,决定进行打击,而且不再是对以色列的战机,或者是投掷的炸弹导弹进行拦截,而是将主动打击以色列纵深目标,以色列最大的国际机场特拉维夫的文古女安机场。 据俄罗斯RT新闻网1月23日报道,叙利亚威胁将要袭击特拉维夫机场,除非联合国安理会,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。 对叙利亚的任意攻击,否则叙利亚将行使合法的自卫权力,以特拉维夫机场为目标进行打击。 这个机场全称叫做大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,具有非常久的历史,建成于1936年,1937年通行,1942年开通第一条国际航线,是现在以色列最大的一个国际机场,年月送旅客上千万。 想要攻击这个机场,其实是比较扩拦的,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狭小,但是却拥有完整的国土防空体系,不但有中东最强的以色列空军守护,还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系统,比如大名鼎鼎的监视反导系统,还有专门防范火箭弹,派击炮打击的铁冲防空系统等。 所以,叙利亚如果要打击特拉维夫机场,使用常规空中力量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不说现在已经属于残队状态的叙利亚空军,就是中东战争时期全盛时期的叙利亚空军,都不是以色列空军的对手。 目前,叙利亚仅有的几架战机,也是老旧的米格机,最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,面对以色列的F-15I,F-16I等先进战机,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 更不要说,已军还有F-35I隐身战斗机,空军打击之路,显然是行不通的。 那么只有使用中东国家最喜欢的弹道导弹,目前叙利亚中有多种弹道导弹,但是数量尚不明确。 首先是在海外地区烂大街的苏质S-S-S-1C飞毛腿导弹,叙利亚曾经大量装备这种战役战术带到导弹,从照片显示,目前叙利亚仍然有一定数量的这种导弹。 其实城市可以打击到以色列的,但由于该大已经很老旧,采用弹头与弹体部分力设计,很容易被拦截,只能够是宣示力量存在,并不能突破以军反导圈。 还有一种导弹是苏质的S-S-21远点战役战术导弹,又被称为生甲虫,也是苏联时代一种先进的短程弹道导弹,具有比较强的突防性,该导弹采用管性制导的基础上,配有全球定位系统,梅达,或光学终端跟踪系统,所以,打击精度会比较高。 但是这种导弹的数量,在许利亚也非常有限,只是在一次报道中,曾经看到这种导弹的发射车,目前许利亚是否还拥有这种导弹的发射能力,尚不得而知。 尸利亚第三种可以依靠的弹道导弹,是俄罗斯最先行的伊斯坎德尔导弹,这可是俄罗斯军队装备的最先进的战役战术导弹,能够全天候对特别重要的小型目标,实施精确打击任务。 这种导弹系统的出口型射程,可达280公里。 该导弹命中精度极高,人感率偏差仅2至3米,其机动性、准确性和打击率,使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,成为当今世界上同类导弹中最具威力的武器。 这种导弹也是最有可能突破以色列防空反导圈,进而打击特拉维夫机场的导弹。 从去年的照片显示,伊斯坎德尔导弹已经出现在叙利亚,只是不知道是出售给叙利亚,还是俄军带过去自己用的。 考虑到俄军在叙利亚没有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需求,很可能是提供给叙利亚的。 想要靠数量欺赏的伊斯坎德尔导弹,对特拉维夫机场造成多大的损失,看来还是不够,这就需要一种远程火箭炮,或者是连架的弹道导弹。 这就是伊朗提供给叙利亚的征服者系列弹道导弹。 这种导弹已经在叙利亚内战中使用,其本质是苏联时代的王夫奇远程火箭弹。 这种导弹价格便宜量很足,而且被伊朗配备了末端制导能力,具有较好的精度。 由于伊斯坎德尔,原点和飞猫腿这样的标准弹道导弹,其弹道与征服者系列弹道导弹并不同,为了能够取得更大的打击效果,可以采用多种导弹同时发射,通过不同的路径,打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。 此外,还可以协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,从更近的一个发射位置发射火箭弹,共同打击取得效果。 这样可以使包括铁重反导系统在内的防空导弹防无胜防。 其实,从叙利亚打击特拉维夫机场的可能是有的,但是这种打击最后的结局,对叙利亚却不一定是好的。 这将把以色列彻底的拉入战争,如果说过去以色列还有打击伊朗目标的幌子,只能打击一定的目标。 一旦叙利亚打击了以色列国内目标,很可能将以色列这个战争狂人,彻底进入战争提供借口。 那样的话,叙利亚先有军力,是肯定难以阻挡以色列大军的进攻。 不过,以色列进攻,也得估计阿拉伯世界的考虑,做得太过火了,再次惹得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就麻烦了。 所以,现在色列亚宣称攻击特拉维夫机场,也只是一种恐吓,真的要实施就需要看阿发德的决心了。 。